炸雞店 飲料店 素食餐廳 全部拉下鐵門 暫停營業 大消毒 附近店家也都掃到烘台位 因為小港區家庭感染擴大 六號又新增兩人確診 當時是指家庭群聚的狀況 那現在擴大成為家族群聚 六號新增了確診者 是家族裡的外婆 擔任公署志工 她傳染給女婿 和已經通報確診的外孫 外孫又傳染給太太 和八個月大女兒 感染源疑似是北部直系情屬 母親節南下一起吃大餐 一傳五 造成家族群聚 匡列227人 感染源到底是誰 還要進一步疫調確認 而新竹科技場出現群聚感染 台南則是仍得傳產老闆確診 50多歲因為接觸花蓮確診客戶 沒戴口罩被傳染 匡列9人 另一名永康區60多歲婦人 則是去台北醫院看病 為了方便回診住在親友家 結果情友一家四口都確診 婦人也被傳染 足跡比較單純 匡列2人 因為它是自營的工廠 所以大部分時間在自宅或自營工廠 就怕工業區和科技園區 變成病毒溫床 台南市政府將針對南科 曾經去過新北苗栗等高風險 地區員工造車快篩 每天可以篩檢1500人 下一波目標鎖定工業區 全力防堵疫情擴散 記者來觀賞王書宏 台南高雄報 иль毫無零 definitely 各地上有所有它away 診施 Policy 規蓬 你 有 電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